大家好,我是咖啡小药 很多人评论奶泡的教学 今天发出一个比较清晰 而且易懂的奶泡教学 今天我没有使用专业的拉花干 我使用一个透明的咖啡滤杯 它上面会有一个标识 我会选用到最保守的一个 就是倒在一个半缸的牛奶 半缸牛奶这个的话应该是300毫升 300毫升的一个刻度线 为了更清楚的让大家看得见 我牛奶倒进去这个位置 我会用红色的标记线 标在这个位置 那么好 然后我进行研磨咖啡粉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等一下打完奶泡之后 它一个上涨幅度 然后我先研磨一些咖啡粉 然后我使用的是练食豆 然后今天咖啡喝太多了 好进行一个填压 然后吹取咖啡液 我使用一个大杯吧 然后接下来重点来了奶泡教学哈 你可以在这边帮我开一下 然后打奶泡之前先换一下蒸汽 然后放一下蒸汽的话 最开始不知道一些技巧点 那么蒸汽棒可以冲箱自己 蒸汽棒开关和蒸汽棒冲箱自己 如果蒸汽棒 这是我们把它蒸汽棒头 会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 我磨得浅 它可能在旋转过程中 然后空气会进入到牛奶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的一个奶泡 有这个奶泡是完全不够的 那没有顺滑度绵密度 是很难做出来很顺滑的一个拉花 那怎么样才会有一个顺滑度呢 当进气量不需要太多 就是我们平常打奶泡 进气的话大概一到两下 两到三下左右 就是全程在加棉 我们需要奶泡的一个绵密顺滑度 好 接下来我用石操给大家操作一下 首先冲箱自己 拉花钢进行一个平行 钢嘴卡住蒸汽棒 然后埋没在中间 那左和右都可以 那我喜欢习惯性是左 我蒸汽棒没一半 然后我打开蒸汽棒 发出这个声音就是空气 进入牛奶产生的奶泡 然后我感觉奶泡够了 我往上抬一点点 全程让它旋转加棉 没有声音 它会发出这种微微弱弱的声音 这个没关系的 当温度够了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关闭 好 然后还有一个技巧点 就是说你的抓钢的这个手 是控制拉花钢的稳定性 然后另外一只手 是感受温度和控制开关 我把大汤泡浸压一下 那可以看得到 我的一个奶泡的一个厚度是多少 我奶泡厚度是这么高 那我用这个奶泡进行给大家 去做一个拉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做一个小兔子哈 这个奶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好 接下来我再再给大家做一次 接下来我再用小钢给大家做一下测试 从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钢 好小钢的话 我会习惯用用200毫升的小杯 那它会有一个标准的刻度线 这个刻度线是刚刚好 我把牛奶倒在这个刻度线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一下 倒在这个刻度线的位置 然后再次研磨咖啡粉 如果你想做一个压纹图对流图 那你的奶泡一定是绵力顺滑度 一定要很高很高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做压纹 怎样进行一个打发奶泡 我基本上压纹的奶泡 我的进气量大概是在一下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然后同样的 我做了这么久的奶泡 我同样还是会以这个标准为一个界线 然后垂直冲上自己 刚开始产生一点蒸气 然后全程加棉 不要再进气 固定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我让它温度够了之后 就可以进行一个关闭 这样的一缸奶泡就打好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奶泡的一个绵密顺滑度 可以看一下这个奶泡的绵密顺滑度 是非常顺滑绵密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教学 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谢谢 谢谢